又遇到这个机器上带电 用手摸MUSHEL手的 用电笔测 电笔是亮的 控制柜 有一台变频器 在变频器没启动的情况下 用电笔测量这些螺丝 这些设备外壳都是带电的 设备都没运行 光通上电了 那就关掉电源 给变频器断电 好 变频器没电了 现在再去测量 电笔就不亮了 外壳就不带电了 那这个设备外壳带电 和变频器有关系吗 我发现只要打开电源卡关 这个时候其他的电器都不启动 变频器也没送电 这个时候去测量 固定螺丝 电笔不亮 只要是电启动 焦虑接触器细合 给变频器供电 电机不运行 外壳就带电 所以我觉得是变频器的问题 变频器漏电 看一下设备外壳带这个垫是多少幅 找到设备的零线 一只表皮来测零线 另一只表皮去测 设备铁的外壳 看看电压 接近250V 这个电压很高 拉掉总长 打开变频器 我先测一下变频器这些接线端子 对设备外壳漏不漏电 测到这输入端 输入380V 对外壳不漏电 从表上看测的都挺好 电机也不漏电 拆下这个变频器 从设备上拆下来 通上电以后测量变频器的后面的金属散热片 电比不亮 但是测设备的外壳还是亮的 设备外壳还是带电的 测一下给电机输出这三根线 电比是亮的 现在变频器没有运行 电机也不转 那现在怎么就给电机通电了呢 至少用电比测它是亮的 我以前没注意 这种正不正常呢 拉掉电闸 拆掉电机这三根线 是不是电机绝缘不好 这三根线在漏电呢 或者是电机线圈漏电呢 把变频器用木条淡起来 电机线拆下来了 没结 我现在送上电 变频器没运行 用电比测量变频器输出 电比是亮的 那还漏不漏电呢 电机没有电 设备外壳没有电 用电比测不亮了 变频器它上面有一个接地端 电比测这个接地端子也不亮 但是测输出它就亮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变频器自身不漏电 接上电机就漏电 那好 应该是变频器的输出出现问题 我觉得这种也算是漏电吧 漏电为什么不挑漏电保护器呢 而这个电闸还不是漏电保护器 是空气开关 关键是它接上电机以后 还能正常运转 设备转起来还没问题 还能干活 就是外壳带电 那我就测一下 现在这个变频器通上电以后 不运行的情况下 输出有没有电压 用指针万元表应该能测出来 输出100LV 这个电压不是普通的公平电压 电机不转 像这种情况 它没有地线 接上一个地线能不能好呢 把电机接上变频器 随便找了一根电线 这头连在设备的外壳上 现在测设备的外壳 不带电了 摸着也不麻手了 电笔也不亮了 这说明这个地线还是有用的 线的那一头 看看接哪去了 暂时连到了这个铁丝上 铁丝的那一头 在墙外 连到了一个钢结构的防雨棚 就这样设备外壳就不带电了 设备能正常开机 运转 但是我认为变频器还是有问题 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即使设备外壳不接地线 摸外壳也不应该麻手啊 不接地线外壳为什么会带电呢 下面来做一个测试 给这个变频器通上电 展测一下 变频器通上电不运行 不运转 测量的输入 380 这个是电比是亮的 输出 电比 不亮 微微亮 看不出来 不像前面那个变频器一样 正亮 电机外壳 电比又很轻微的亮 看不到出来 是不是亮也看不出来 很不明显 测量它的输出端的电压 电机不运转 没有没有电压 那一字表比测零线 我们俩一块测 它用数字表 我用指针表 数字表和指针表结构不一样 内组不一样 价钱不一样 看测出来的电压 我这个测出来是100V 电机没运行 电机外壳带100V的电压 再看数字表 显示2点几V 让电机转起来呢 就是把速度调低以后 转起来 电机转起来了 这个时候用电笔去测量 电机外壳 电笔是亮的 这个电机没做接地 就是没做接地线打到地下 和前面那个设备一样 没做地线 但是这个电机 现在用手去碰 没感觉 现在用表测一下 电机外壳的电压 对零线 280V 近300V 这个电压不是公平电压 不是咱们说的380V 220V那个电压 虽然电笔很亮 这也不能说是电机漏电 是因为变频器输出的是一个高频斜波的一个电压 这样这个电机外壳做一个接地就好了 这种算漏电吗 漏电保护器会跳吗 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它会跳 它会认为这是漏电 都说变频器不能接漏电保护器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变频器输出这个电有什么不一样 能是电机带电 下面有请小徐师傅 试波器 给大家展示普通交流电 也就是说380V220V 它的频率波形 这是公平波形 这是什么波形呢 这个波形应该就是吸电图啊 这就是正常波 这就是交流电的正常波 对 它这个波形的话有点 有可能我给它加这个电阻的关系 怎么了 给它把波形稍微有点改变 大体形状就是这样的 它应该是很平滑的那种 嗯嗯嗯嗯 就是加电阻加的 对 我可以用我的那个 函数发光器给你看一下标准的正常波 就是弄电了 好的 下面就看一下变频器的输出 就是给电机运行 输出这一个波形 电压的波形 你看你看 好乱呀 这个波形 很 好无规律啊 呀哈 这就不是正常波了 对 看到没有 它是这种类似一个正常波的一种 方波 方波 方波组成的一个正常波 看到没有 再仔细看一下的话 你看 全是这种方波 嗯 方头的 对 方波 方波 在一定的这个 时间频率下 它就形成一下正常波吧 正常波的一个波形 看到没有 嗯 这种正常波 大体上看是像个正常波 嗯 它就是 它就是看着让你像 它绝对不是正常波 它叫模拟正常波 专专业名声 要模拟正常波 啊 它显示的不是那么准确 但是你大体可以看得出来 它 它就是一个正常波 你不是正常波 压着又吹动不起电进来 嗯 但是你把它 时间放大之后 你会看到它 在里边是吹点双波的 是吧 看到没有 双波 看不太懂是吧 我也看不太懂 咱们平时建那个交流电的波形 和变频器的输出波形 是差别很大的 变频器输出是一个高频斜波 带有小尖峰 它能瞬间计穿 这些电线的绝缘 形成漏电 好像就是这个意思 说的不好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指点